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行霸道 掩盲之际 死了之后不足为息 1908年11月 在这短短一个月中 大清帝国发生了三件大事 光去暴毙 慈禧太后病死和溥仪登记 74岁这年 慈禧驾崩而去 关于她的死众人都不知晓 有的人说 她是被人害死了 有的人猜忌是生病而死 大部分人都认为 慈禧在后来的这几年中最喜欢吸食鸦片 应该是被鸦片残害而死 慈禧太后年轻时候 身体就不太好 先后患过月经不调治症 喘咳 痣疮 面风 腹泻 肠胃不合等病症 虽然有患过如此多的疾病 但慈禧太后毕竟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她享受了最好的医疗条件 慈禧太后在她去世前三个月 就花费巨资为自己建造了医 做十分奢华的太后母 她更是为自己在阴间做足了准备 慈禧提前准备了许多金银珠宝 放在了自己的私南木棺材里 遗体被得黄吉相较 将慈禧遗体从宜兰殿送到黄吉殿 二十三日上午八十五分 在如玉皇太后和锦妃的静视下 将慈禧遗体装链主关国 内务所负责筹备慈禧太后的葬礼 按照规矩 除了这些陪葬的金银珠宝 还要有纸扎的带刀侍卫 车 马和陪同的鸭团等 只扎了侍卫很整齐地排成了队列 很是壮观 他们做得十分逼真 哪一看还以为是真人呢 慈禧太后生前的心爱之物 如梳妆台 钟表 烟杆等 内务府也拥指糊了同样的物品 而且十分逼真精巧 博灵敏见 慈禧生前受尽洋人的欺负 内务府仿照洋人扎了一些大眼睛高鼻梁的洋兵家人 还扎了洋炮 洋枪 洋船 国旗挂在洋炮洋盆上 烧的时候 未借死去的太后 就当是已经报仇血分了经过各种复杂的祭奠仪式之后 慈禧太后终于被安葬在普陀与定东陵的地宫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